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回来的时间 有点东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Oppenheimer原來上一個月才在日本放 是的 隔了一年才 我有留意看日本的反應是怎樣 票房不錯 沒有的 你看其中一段 我想他們不同我們的感受 是的 他們慶祝原爆時 整群人歡呼 是的 然後你看日本的票房分析 004真是廣島和長期的票房放進去 即是他們不想看 是的 是他們的痛苦 但總體上的評價 他們都清楚 那個導演或整個戲本身的編劇 不是說是一個美國偉大宣傳片 是中間他們的反思 他們都明白他們有欣賞到這個層次 我覺得很難的 即使是這樣的 都要你稍微理性一點 你都說那件事是歷史事件 我們現在要看回原因 不是一個娛樂 我們要吸取歷史的口分 這對當事人來說很難 是的 我想起碼某些國家人做不到 是的 絕對是 我們說某些國家人 我們說美國人自己做不到 美國人有多少反思 他們下居原子丹是不對的 他反不反思是一回事 你不可以阻止別人反思 所以你會看到有不同形式的電影 有不同的傳說 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是的 但涉及到這個原爆 或者核戰 冷戰 其實現在Netflix有一部片 大家可以看看 The Bomb and the Cold War 聽說是一個非常精彩的紀錄片 問題是核原爆對我們來說 事隔都差不多八十年了 是的 不知道八十年了 有 對我們的實質影響未停止過 是的 到今時今日我們看到新冷戰時代 我們都叫對於核武好投鼠忌器 是的 而且問題是如果下一次爆發的時候 如果真的還有下一次的話 是怎樣爆發 是互捨還是單丁一角投入其他國家 還是怎樣呢 這個真是不敢想像 是不敢想像的 但我們提及後遺症未完全的 影響未消失的原因在哪裏呢 其實當時很多事件 包括核爆、市爆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 是否還有一些事件在隱瞞 或者不可以說隱瞞 大大小小小 一些可能是不小心走出我們視野的事件 對於核的影響 不只是體現在武器上 只是我們原本想著和平用途的核電廠 一有事的時候 其實也很能搞到我們 更加不要說 曾經已經是一件武器的東西 但是對人類的影響 譬如你說 不要說1945的兩次元爆 你只是說一路後來很多冷戰時期的 是核市 其實令很多美國人生了癌症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尊榮對攝影響拍攝成吉思汗 他哪裏拍攝呢 內亞大洲沙漠 出名是核市場地多 他們知道也會拍攝 結果怎樣呢 整隊的人全部都生了癌症 全部 全部都生了癌症 全部都生了癌症 不過那是同步胃 尊榮那是肺癌 女主角就好像不知是乳癌還是甚麼 總之全部有病 是的 你說類似的事件 我們之後再慢慢去探討 其實這種核能不能够去處置 或者在戰場上有沒有留下核元素 有人說在伊拉克戰場裏用的朋友彈 都叫做對人造成的影響 另外再計製說 現在在運行的核潛艇和航母 會不會對服役上的軍人有影響等等 以及這次回憶這件事特別有趣 會不會在以往常規的巡航游役的任務 都試過不小心漏出一些東西 我覺得很值得去回顧 你要說說當時是否曾經 我想現在仍然是 有些核彈在飛機上 是 它不是等於擲人 是他們在演習就好 質線Case要禁止 有時他們上面就會扔 是的 這亦正正同時 如果核展現威脅力時 最初在二戰時 首先要有制空權 因為二戰時未有飛彈 不是未有 最後德國有 但飛彈和核彈 未融合成為一支導彈 來出現在這個世界 而且是歐洲戰場留下來的東西 根本上盟軍在亞洲戰場 都未掌握到這種能力 所以你看到二戰 在廣島長期的彈是一個 Gravity bomb 一個是你需要用轟炸機 扔下去的彈 就不是可以由火箭掛著 然後直接送到目的地的一種導彈 所以在冷戰 甚至乎冷戰初期的時候 當火箭導彈技術未完全成熟 很多時你要表現到核的威脅力 你就要展示出來 告訴別人 我可以隨時拿著 找一些飛機在世界上 周圍飛機 隨時個個都掛著這些彈 周圍走 你不要惹我 你惹我便叫其中一個飛機 去送外賣給你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在一段很長的時間 核威脅竟然是來自一些 經常在你頭頂上 飛來飛去掛載核彈的飛機 有否試過穿越其他國家 經常要 因為你是去巡航 或者是美其名去演習 告訴你 如果一個需要不停執行巡航 任務的轟炸機 我想繼續維持這個任務 我要做很多動作 例如說空中加油 然後去練習很多次 然後可以掛載 做一個巡航任務 就是你去核彈 突然之間 我模擬一次演習一次 如果有人要準備發送的任務來 我怎樣可以立刻執行任務 準確地去投彈 變成這套動作是很長時期 我想是不停地去做的 因為要演習 不是按住手 我按按鈕 其實不要打算 我按住手按按鈕就馬上做到 還是要很長期維修 還有機場人的訓練 還有演習 現在要穿過其他國家 會否出現一件事 就是在那裏 能否刻意把核彈放進去 有沒有國家這麼不幸 原來有 這件事我自己怎樣去找出來 原來很有趣 有人去做一個地圖 就是美國曾經投擇過核彈的地方 是一個世界地圖 日本當然被推出了 另外就是美國自己 因為美國自己在核試時 都做過很多 自己在自己本土上 扔很多核彈進去 炸到一個洞 但其中一個位置 我很驚訝 就是我自己都遺忘了 原來是西班牙 找回這件事件 就是1966年發生在西班牙 當時有美軍的B-52軍炸機 他應該在執行巡航任務 以及一些正常演習訓練任務的時候 就不小心下跌了四顆氫彈 當時是1966年 氫彈已經發明了 以及當時世界上最強勁的氫彈 沙皇炸彈已經在1960年爆炸了 所以在1966年 這些拿著核彈拿著氫彈 周圍去騷肌肉的那種行為 就在美蘇都不停出現 不幸運 就是在西班牙的上空 曾經試過出現過一次 就是雕塞了 即是它本身那架 在西班牙的上空 我未去過 但我知道應該是沿海 因為它應該不在西班牙的上空 本土上空 就應該在它的領空上 是 問題是西班牙自己知不知 一定知 因為最慘的是這件事 最後 這件事發生的過程是怎樣 它飛過領空 然後要做一個加油任務 失敗了墜機 所以在機上的那群人是死亡的 另外同時 那四顆核彈 是跟隨飛機一起掉到附近 四顆氫彈 有兩顆無事 跌爛了但沒有爆炸 大家要記住 氫彈要研點 需要的技術要求比較高 你需要一個傳統的核彈 來爆發 產生極高溫度 來點著核聚變氫的反應 即是說 氫彈除了有那些重氫的元素在裡面之外 亦需要附載著一個傳統的小型核彈 是用來提供這個溫度 然後你要令到這些傳統的小型核彈爆發 亦要有一些化學性質的核彈在 觸發反應 令到那堆有元素或者不元素 是將它壓縮 它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是用到不元素 Protonium 要需要有個炸彈 就像你看Opernheimer那套戲 促成一個內爆 將裡面的Protonium元素壓縮 令它密度足夠高 燃點到核分裂反應 點著一個傳統的核彈 提供一個很極大的溫度 來點著隔壁的氫彈 那四支的氫彈本身裡面有這樣的結構 跌下來的時候跌爆了 即是它一個個部件就散了 幸好的是核聚變反應沒有點著 另外我托賴其實也反映到核聚變反應 相對可以比傳統的反應安全了 因為它更加難燃點 但是它那些傳統的炸藥就爆了 令整個東西的結構也炸爛了 亦令裡面包住了Protonium元素的部分 爛了裡面的東西堵寫了 所以在現場你會量到土壤被污染了 那裡雖然可能是比較渺無人煙一些 但是那件事是發生在別人的領土之內 你一定要告訴別人 那裡不要再被人打開 所以這件事一定是啥話的 不知道會否說這個 有少許猶豫 蘇聯不會說的 但美國那些你也要被迫著 因為它是盟友 它是內套的 現在看到那個應該是水底 它應該出了很多個潛艇去找 這個潛艇很小 要出展這些 有些應該落在水底 你會知道那種爆炸的出現 會影響了一個不是很大的範圍 但現場是到今時今日為止 就算是到2008年 重新到現場評估 都仍是法國土壤被受污染 因為當現場擁有一些 已經散落的Protonium元素 它的半需期是以幾萬年來計算的 有一個新聞你知不知道 黑龍江現在的人在搶購 那些輻射探測儀 是 因為在大約黑核子島的位置 黑核子島是中國和俄羅斯 一人分了一半 俄羅斯那部份 他就拿來擺放那些是廢料 OK 這一下子真的是 這一下子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很清楚 就是 他不是現在告訴你沒有事 他告訴你沒有事 不用怕 沒有事的時候就沒有事 OK 那是的 我也相信應該會是沒有事 是的 不要搞它 你不要亂動那些東西 是的 現在這壇事有好幾個 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美國腦都很會兒戲 這樣說 拿著核彈到處走 本身這件事就是很兒戲 OK 好地地貪得意自己 小朋友拿著我要拿藥玩具到處走 跌爛了 是的 當然在今時今日就是 因為已經沒有了這種 沒有甚麼這樣的 不是沒有了 少了很多這樣的需要 即是你不再需要有個巡航 當然你可以有航母艦幫你帶領這些戰機去 但你會否需要全天候地 都要有些飛機在上面飛來幫你投彈呢 你有了這些導彈 便取代了部分的工作 但現在有很多款式 現在有潛艇 是 潛艇都可能有 潛艇可以在潛艇發射兩次 可以去 是 轟炸機仍然有代翼 是的 仍然有的 還有你本土的核設施 是 其他可能遲些是太空發射 對 你擺在太空一樣都會有 任何這些在任務裏面 其實大家都看過一套 很久之前那套電影 阿川特拉華特 斷戰行動 Broken Arrow Broken Arrow就是他所說的 在演習中途丟失核彈 其實這就是很典型的 Broken Arrow事件 但是我奇怪的地方就是 他整個 譬如這些巡航的計劃 照計應該有 設想到出市的情況是怎樣的 要有 是的 那 他現在設想到出市 萬一出市便要立刻通知盟友 就是這樣 就是 Sorry 補救賠償 Sorry Sorry 這樣便可以了 可能是So和Re中間再加多了一隻字 Sorry 但是西班牙又沒有辦法 因為硬食 現在硬食 當然你要循例 也不說循例 應該也要去法蘭州 以後你那些不准再飛過 所以就成為了這個 因為這件事故就變成了這個規矩 你今次去證明你的地方 廟無人煙 下次馬德里 下次就要飛去旺些地方 好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核子的教訓 你覺得人類會否重複 我覺得人類不懂得在歷史上吸取教訓 即是這樣說 可能是有一些國家願意吸取教訓 但現在很大的問題是 你的核擴散已經停止不了 你能夠減慢 你不能制止 現在很多人都想製作 非洲那麼窮的人 我想他們都想製作 是的 因為那個門檻已經是對於 今時今日的科技材料 技術來講越來越低 你要去濃縮油 濃縮石墨 然後去製作這些東西 就算不成功爆炸 你能夠製作一堆東西 變成一個骯髒蛋 去扔人 門檻很低 而且他亦有一定的震蝕力在 你隨著武器一邊升級不升級 又沒有人敢說 挑戰到就是要用到核武 你現在很假設大家都在理性的博弈之下 去維持這個恐怖的平衡 但是全世界國家都是理性的 這個假設我覺得是很薄弱的 所以真是去到現在新冷戰 比起以前更加邁向 靠近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自己是比較悲觀的 好 大家看到 原來其中一個核彈 是在水底的2800呎 2870米的水底撈出來的 你可以想像到這四顆核彈 就是有些可能會跌下海 然後其中有兩顆 它撞到水面的時候 基本上就不成功 然後就是這樣 因為它也有一些所謂的安全裝置 就是它有裝降落傘的核彈 就預備它在一些緊急的情況 你不想但它自己脫掉的情況之後 你可否啟動它 就令它可以不要一下撞到地 安全著地 但其實有其中的兩支 它的降落傘是不成功的 於是它應該 我猜猜一下 撞到水面的時候 整個外殼結構就破壞了 就令到有一些化學爆炸產生了 然後就令到有一些核元素炸了出來 飄蕩在周圍的空氣裏面 於是有一些吹海風的時候 有一些吹上陸地污染了土壤 幸好那個位置比較延無人煙 最後的事件就是 它那些人員 即美國自己本身有人員死弱 但西班牙那邊似乎好像沒有傷亡 我不知道 我不敢說 因為我們做新聞經常有職業病 我們覺得現在說不聽的話 未必是真相傳佈 即是時隔這麼多年 尤其在那個年代有很多消息 你不太靈通 或者有人因此在西班牙那邊受傷 實際上我們都應該保持一個懷疑的態度 好的 作出故事出來 最後是炸死了外星人 是的 好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是否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真的沒有配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事情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